补皮最好的方法是生羊 中医教你补足后天之本 皮虚但不会补 刷到这条视频的朋友就要注意了 今天我告诉你一句话 补皮最好的方法就是生羊 如果你明白了其中的含义 那补皮就补什么难事了 首先是重视生发脾胃之羊 如果你一吃生冷的食物 就会出现大便糖性的情况 稍微喝点热水便会有所缓解 中医称这种情况为脾胃虚寒 除此之外 这类人通常还会有 怕冷手脚冰凉不消化的现象 使得它也是厚白的 像这种情况就要注意 生羊散寒了 如果说湿比较重 没有怕冷手脚冰凉的情况 主要就是脾胃 蕴化不动食物 经常消化不良 感觉身体困重没有劲 并且伴有大便粘腻不成形的现象 我们就以生羊去湿为主 因为湿邪最容易影响脾胃 其次就是要注意生发胜羊 胜为先天之本 脾为后天之本 它们两个是相互支撑 相互影响的 所以脾羊虚之后 我们可以通过补肾羊 来达到补脾羊的目的 这种情况就像事情太大了 你解决不了 得找个朋友来帮忙一样 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脾羊虚 常常会影响到我们的肾羊 比如说寒湿过重的时候 就会损耗肾羊 所以脾羊虚的人 常常会出现 腰吸冷痛 咽尿多 手脚冰凉 拉肚子的现象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同时去 生发匹圣之痒 现在大家明白了吗